它是,断念方便之方便,所以它是究竟方便,彻底方便。 它方便在哪里? 不念它念而念佛,这是方便的方便。 意识转换一个念头,它没有断念,它把念头转了。 所有一切念头我都不念,我就念佛。 经上常讲,一切法从心响生,念什么就献什么,念佛就做佛,念菩萨就做菩萨。 使法界,那个香在那里变化,无量香变化,变化的因就是念头,因为念头不同,所以行香不同。 它专念佛,它就变成佛的香,念菩萨,就变成菩萨香,念贪就变恶鬼香,恶鬼是千贪,念甜慧,念极度,就是地狱香,念是鱼吃,就是畜生香,念什么就献什么香。 所以念佛是把念头转到第一书圣念佛。 而念佛更是做官亲切,宗门教下法门无量,总而言之,不外止官这个原则,念佛比修止官还要来的亲切。 为什么? 下面说了,盖作官,可说是执念,修止官,修禅定,禅定是班若,这一点诸位同修要知道,中国禅宗所修的是班若波罗蜜,不是六度里面的禅定。 六祖大师在,谈经,里面,一开头就说出他的宗旨,大众总修班若波罗蜜多,一开口就说出来了,中国的禅宗是修班若。 所以禅宗以,金刚经,应兴,依照,金刚经,的理论,方法来修行。 所以只官是执念,把念头转成智慧了。 一切言说相,名字相,境界相他都不着,不着是智慧,所以他是执念。 念佛则是敬念,念佛不是执念,是敬念。 换一个清净念,以致向来染着之念,我们过去这个念头是污染的,是不清净的,用这一句佛号,把一切杂念,染念都换过来, 变成禁念。所以这个法门叫净宗。 一心念之,念佛的秘诀,就是一心称念,一心是秘诀。 怎样得到一心? 第一,不怀疑,第二,不夹杂,第三,不间断。 不怀疑,不夹杂,不间断,就是净念。 大士智菩萨教给我们,净念相继,净就是不移,不杂,相继就是不间断,就成功了。 又是以纯一之念,致向来杂乱之念,致是对致,把从前那些杂乱的念头统统改过来,改成纯一之念。 所以他亲切,这个法门殊胜。 二十,佛者觉也,阿弥陀佛,是无量觉。